到了啊 黑话就不太要说了 还是那句话开始人们今天的 学习时间啊 人们政治课的第三课已经找到在哪里了 刚刚进来让我忘记了 找到了上一节课那里了 下一次我把你摸个脚就知道是谁了 好吧 这是一个这个那个啥啊 讲到的这里是上一次讲到这个课完阅读这里 然后课完阅读这里咱们就不再多说他 我们就开始这个 内容上面开始讲 在新的环境中我们有机会改变 在父母老师和同学心目中 那些不够完美的形象 就说改变自己 重新塑造一个我 越来越有活力 能坚持有任性 越来越坚强 会合作能包容 越来越有主见 感觉表达自我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一段话的含义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每当去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其实都是陌生的自我 你对他陌生 他对你也陌生 你们都是初次见面 那么如何 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 首先 是个样貌的问题 你不要像那条个这样子 看起来拉里拉叉的 长得又有点老 对吧 你们都是非常活力的小鲜肉 首先衣着要整齐 脸要洗干净 手要洗干净 身体也要洗干净 不要有异味 对吧 这首先是给人的第一感觉 首先第一感觉上面就好 对吧 头话也要节整齐 这是第一感觉 另外的话 第一感觉之后呢 外貌之后呢 就是言语表达 说上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讲上非常有内涵的话 是吧 一说话就是出口成章 滔滔不绝 连绵不断 对吧 给人印象就 哎 这个人真能说 对吧 是什么 是这样 就说要塑造一个新的 我 可能你在是吧 小学的时候 形象很一般 但是到了初中之后 你直接改变自己 啪了一下 你成为了 前校 女孩子心目中的男神 笑丑 哈哈哈哈 就比如说我 开个玩笑 好了 不再再再再再再再 就这个意思 知道吧 要这个 学会 就是说往好的地方走 就是这个意思 往好的地方走 好吧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 这里有一个这个相关连接 21世纪 我们需要学会什么 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 向联合国教 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 教育财富 运藏其中之处 在21世纪学会认知 学会做事 学会共同生活 学会生存等 四种学习 将是每一个人 一生中的知识之助 嗯 学会认知 就是说 学会认识一个东西 知道一个东西 学会做事 就是学会做事 不是说这个做事 不是肤浅上的做事 不是说 哎 学会做事 我原来不会扫地 我现在会扫地的 我原来不会做饭 现在会做饭 不是这种做事 这个做事是多方面 包含了那个做事 其中还包含了做事 什么做事 就比如说就老师安排给你一个任 同样是一件事 有多种完成的方式 比如说是吧 老师说 好了 小明把屋地扫一下 OK 你把屋地扫好了 好了 是吧 走了 你是完成老师教练你的事情了 但是呢 这是最完美的结果吗 其实已经属于是答对了 但是还有更完美 锦上添花 什么叫锦上添花呢 老师让你扫他屋子 你给他扫了屋地 你看到桌子上有点乱 你看到桌子有点脏 你给他擦干净 给他摆整齐 老师就会说 哎呀 这孩子真会办事 对对兄弟们 这个意思啊 然后学会共同生活 因为我们在学校当中 是一个集体的大家庭 并不是像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是高高大上的小皇帝 对吧 不是这种情况 在学校里不会有人给你做太 不会有太多的人去包容你 因为别人凭什么包容你 你有什么资格让别人包容你 不存在 任何人都一样 所以说你就要学会与别人共同生活 就是学会搞好关系 对吧 就是说你要跟别人融洽的生活 是这个意思 学会生存 那就更简单 你说男人话 学校里面每个班里面总会有那么几个孤僻的孩子 被称为 异类 对吧 什么意思 就是说整天自己一个人往那桌子上一站就不动了 也不给别人交流 也不给别人说话 对吧 朋友们 是这个意思 这样子呢 只能孤僻的自己 让别人也不给你这个联系 最后只能就是说各方面的都不太好 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说 大概这四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学会 不会的 你可以慢慢的改变 至于怎么改变 可以像家里人啊 像老师啊 都可以请教 他们其实都很愿意教你 他们会感觉 孩子长大了 哈哈哈哈 各位兄弟们 来 接下来我们就提问一个问题吧 好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提问一下个结果 先把这个手机窗口连接一下 先把手机窗口连接一下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先来提问第一个问题 好吧 提问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问题很简单 还是抢答 谁第一个答对啊 谁第一个答对 哈哈 就是谁啊 啊 问题很简单 你 上学的时候 做的是第几排 快点 第几排 告诉我这么简单 这么脑残的问题 谁要是答不对 我就受不了了 快点 第几排 还没有人 哎 出来了 说的好 第二排 这个人第一个答对啊 3211864355 哈哈哈哈 啊 来 我们给他出一下球铁啊 这是第一个答对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刚刚我等了半天 这是第一个出来的 321186435 大家知道啊 我给大家讲课 讲这些政治书 哪些政治课 其实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 能够啊 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 可以帮你们预训功课 或者复习功课吗 这是首先最基本的 另外的话就是 可以跟大家共同再理解一下 可能老师讲的是一种含义 到了那条哥这里呢 又是另一种含义 老师不会 讲一些 老师只会讲这个最官方的 不会给你们讲一些 娱乐性的话题 对吧 另外的话 就是希望 要动 提高 大家的这个学习 积极性 好了 QB冲过去了 QB冲过去了 大家知道吗 是这个样子 好吧 这也是那条哥 举办这个环节的原因所在 每天十分钟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打一把游戏 打一把爆破 对吧 也是十分钟 打一把王者就得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打一把游戏那么长时间 看一把游戏的时间没有 难道你没有 是吧 学习的时间吗 肯定是有的 学习是有时间的 积极 总是让我有时间的 好吧 各位 感变人生 不是说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就是希望 我们可以对着是吧 互动起来 学习起来 积极向上 对不对 因为大家还小 这也是有很多人都说的事情 那咱们你直播间的小悦症是真多 确实是多 未成年确实是多 对不对 这是为啥我不希望大家给我刷礼物的 因为大家还小 没有经济神 所以也不用给我刷礼物 我也不需要大家来靠礼物养我 因为你们还小 我就是希望给你们一 不要说你长大之后 你成功了 那就不用说了 你失败了的话 万一你说为什么失败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经常看那些网络主播的直播 尤其是那条歌 天天看那直播 导致我失败了 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你们还小 你们就必须得坚持 积极向上的态度 看直播可以 对吧 任何事情 我小时候老时候经常讲 劳逸结合 劳逸结合 不要一味的枯燥学习 要劳逸结合 有学习的时间 有放松玩的时间 对吧 看直播都属于放松玩 以大多数个人都 放松的时间 不就是为了哈哈笑 对吧 但是我们哈哈大笑的同时 来到咱们直播间 其实就是哈哈大笑跟抽奖 对吧 那么哈哈大笑和抽奖之余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利用最后每天直播 快下直播的时候的十分钟 来一起互动一下 共同进步 对吧 一起咱们还是那样 一起努力变好 并不是说看直播的人 打游戏的人就不是坏孩子 不是这样子 你从来好像可以从一个游戏当中 学习到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网种药 你可以从里面学习到 历史相关的知识 对不对 你哪怕学习不到历史相关的知识 你也可以知道历史相关的人物 比如说你看到了严正 看到了武则天 对吧 武则天都知道是个女皇帝 但是你对他历史的不了解 你知道了这个应酬之后 或许有可能你就会去网上来查学一些 他的相关知识 这样子是不是就拓宽了自己的阅读面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 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关键是看你自己怎么去怎么去想 好吧 对吧 怎么这个就废话就不再多说 接着讲 接着讲 看一下这个官方的解释 我没有看到原来人家这里还有官方的解释 看到没有人家就这里有官方的解释 刚刚我是说的是自己的解释 我没看到下面还有官方的解释 官方的解释这里是这样子写的 第一学会学习 它既是终身学习的基础 又是终身学习的手段 它是支持其他支柱 且并且鼓励学习者承担继续学习责任的 可迁移的技能 说实话这个话就太官方了 其实我都看的不是太懂 像我们上课一样 书都有 为什么老师会跟我们讲课呢 就是书是姐姐概念的 可能看的不是通俗意懂 所以老师会跟我们讲 第二学会变革 它使得学习者能够对现状 投影批判的眼光 以便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而改变现在的情形 第三学会成长 它包含了所有的学习成果 因此使得学习者能够 既作为个体 也作为更广泛 更光荣的社会中的一员而发展 那这个手机有料好贵 你比较这样子哥哥 如果是手机有料的话 你这个不行 你就借个WiFi 下来一个破解器 破解他们的WiFi 那这个我爱你时间到了 哪那么快 上等会儿哥们 还没讲完这一段 讲完这一段 哪那么快 那这个抖音里的神兽 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你要这样子 我讨厌我的人 因为他发明了考试 不要这样子好吗 千里之行 始终足下 中学生活的序幕刚刚拉开 对于各种可能与挑战 我们要珍惜当下 把握机遇 从点滴做起 为美好明天付出 不懈的努力 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们 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还有更加漫长的旅途在等着你 学习 学活到老 学到老 加油 No.1 拓展空间 请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写下初中阶段 自己想完成了几件事 与父母进行一次沟通 天天他们希望你在初中三年完成了事情 请思考哪些事情必须现在做 哪些事情可以将来去做 哪些事情需要一生去做 我认为哪些事情需要当下就做 首先就是学习好 对吧 上初的时候 当下做的就是说把语数外物理化学 什么 然后生物政治什么的各个方面 是吧 这些东西学好 就是当下必须要做 学 因为你现在不学 等以后再学 肯定都不急 没有机会的 那哪些事情可以将来去做呢 比如说你有一个 伟大的梦想 我要成为一名军人 我要成为一个医生 我要成为一位老师 对吧 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肯定是将来要做的 现在想做也做不了 对吧 不过可以慢慢的积累他相关的知识了 说两次 哪些事情需要一生去做呢 那就是 学习 或者说你喜欢帮助他人 这也是 比如说在学校里你学习好了 你帮助别的同学学习 这就是帮助 你找到的打扫卫生 老师都是分区一打扫 是吧 一人一块 你把你这块打扫好了 你去方便 这也叫一种帮助 帮助他人 也是可以做为一生的事情去帮助的 对吧 或者你喜欢唱歌 可以唱一辈子吗 对吧 开心吗 你喜欢看书 你可以看一辈子的书吗 对不对 这个意思 好 既然大家这个非要说 什么那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就不再讲了 我看一下时间确实到了 那这样子吧 我们就再提问一个问题 然后 我要王者之心 王者之心也能做一辈子的吧 那那是游戏 咱们再讲的是学校好吗 我爱你那小哥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那小哥厉害厉害 你肯定是哈佛大学毕业的 我初中毕业 后来上了个迹象 我可能给大家讲的不是太正确 但是也是以中我的理解 我讲的是我个人的理解 当然不是不是这个对对官方最正确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 介绍 不是百分之百的 完全现在按照我手的做 但是可以介绍 结合自身 介绍一下 来取其精华 弃之糟粕 选择是个自己的 就OK了 好了 这话就不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提问一个问题 提问一个 刚刚讲的是什么内容 我想一下 刚刚讲的内容是初中要做 来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来上学的时候 你上学的时候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来告诉我 你上学的时候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快点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出来了 我们看了没有 这个哥们啊 最想做的事情是恋爱 怎么这么 抓死了你啊 太过分了 现在是恋爱 不过也是正确的回答 咱们这个虽然说你这不是最满意的回答 但是你这是正确 给你专科病啊 3245363902 大家说一下啊 上次的时候就好好学习 不要整天满脑子想的 哎呀 我要去找个小妹妹 哎呀 我要去搞个对象 能不能搞不好学习啊 恋爱 留到你长大之后 有的是你恋爱的空间 不要说 老老老老老 现在不搞对象 以后再搞得找不到了 没那么多事啊 哪那么多事 弄扭头发 直接删脸 这个去哪那么多事 你想太多了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 3245363902 那个好好学习 上学的时候就好好学习 恋爱 轮到你18岁以后再说 成年以后再去恋爱 未成年的人啊 尽量不要谈恋爱 但这种生活 并不是我说了怎么 你就会怎么做对吧 有些时候 爱情来得太突然 其实有啥说啥 咱俩想法是一样的 其实我现在就后悔 为啥我出租的时候 没有搞过一次对象 真的 其实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女孩 但是人家并不喜欢我 待着吧 其实当时我跟人家说过 我说我喜欢你 人家就是这样的 对我说 你们看我的表现 看我的表现啊 好 拜拜 就这样子在这 后来我就直接就被 他就被沉重了 但也没有类似的情绪 也没有类似的想法 因为直接被打击的无底 无法自拔 打击到了地下山渊 十八层地域啊 他这是当时不流行发好人卡 如果流行发好人卡的话 我估计当时他就会这样子 拿出一个卡片 对不起 那条歌 你是个好人 哈哈哈哈 说着说着就伤心 兄弟们 你这个人可糟了 谁让你说这个话题的 我去 我们在讲学习一些 我先哥们 你能不能不用总是提这种伤感的话题 气死我了 来抽奖抽奖 赶紧发个忙 下车 我受不了你了 谢谢我